每一个大困难 都保证了 慢点 慢点 别碰着 真是多久没骑这个车子了 谁来了啊 好好好 谢谢修修 怎么想起这个古董来了 这里去哪儿都不远 骑自行车是最方便的呀 现在啊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 是怎么想的 大概擦擦这儿行了 我先骑着试试 好 试试吧 慢点骑啊 老老 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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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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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都磨得薄成这样 肯定杀不住车 你骑着太危险了 那这哪儿还有修车的地方吗 就是有 恐怕也找不着这种配件了 那我不是白擦了半天 我骑不了 你等等 把我这车都卸下来给你试试 那你拆给我你怎么骑啊 我这老胳膊老腿了 就是有刹车我也不敢骑了 那你这车上啊 你帮我把它转起来 也就是您哪 就这么惯着它 想要骑车就骑车 老哥哥 这是您弟妹啊 刚给您炸的最爱吃的油墩子 趁热吃 我给您放里边啊 谢谢爸爸 我试试啊 好 受累了啊 修好了赶紧回家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好 你好 曼妮姐 你好 曼妮回来了 你好 好笑啊 曼妮回来了 回来了 好笑啊 帮菜 我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好 天哪 怎么有这么多小零碎要买啊 这日子也太难过了 这点东西你就嫌多了 你在家以前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 别管 但是管得没有这么细 第一次自己质问 才发现以前都是陈宇在买的 有一回他跟我说 生活中的这些机灵狗碎 会消磨掉一个人的光彩 当时还不觉得 现在发现还真是这样 怎么了 后悔搬出来了 怎么可能 看这两个该买哪个呀 我求你了 你要不然先把调料放一放 先抓重点 把你那些水电煤网络先开通 你反正现在也不做饭 等做饭的时候再说吧 好吧 好吧 还有好多东西想完 头好大 什么热水壶 挂钩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不客气 来 妈咪 下太阳了啊 来 妈咪 来 妈咪 来 妈咪 喂 喂 你的生日礼物太及时了啊 谢谢你的咖啡豆和咖啡机 简直救命 是喝不到咖啡吗 喝不到像咖啡的咖啡 好啊 那以后每周 我都给你寄信呼的豆子啊 你一个月给我寄一次就行了 谢谢啊 看来你那儿出了咖啡喝不到 别的一切过得都还不错啊 那可是美得不行啊 每天起床呢 就有热菜热饭等着你 出了门 整条街的人呢 都跟你打招了 那你吃了吗 吃了吃了 谢谢你那吃吧面 越变也好看 谢谢啊 请也没 整条街的人都跨我越长也没 我现在可是宇宙中心了 那你要是有什么打算的话 你随时告诉我啊 那个 我这个店里面还忙着呢 先不跟你说了啊 好 你忙 拜拜